30年前,憑著飾演台劇《包青天爆紅》的金超群 他飾演的包大人形象非常深入民心 當年他與展昭何家敬共選擇泛紅軒 紅片《兩岸三地》幾乎家之戶曉,無人不惜 絕對稱得上是經典中的經典 眨眼30年,不少劇迷都期待可以見到他們三個再合體 不過近日何家敬透露包大人的近況 說他自從做完手術後,元氣大傷 雖然曾經多次邀約包大人和公孫先生作客 但他們都說行不動了 據知現年已經72歲的包大人 2016年,查出患上腦壁瘤,壓住了他的左腦 令到他的語言功能和行動神經受到影響 需要進行緊急手術 這個手術令到包大人元氣大傷 術後身體也變得消瘦 近幾年他心居簡出,淡出幕前轉心悠揚 如今身體終於慢慢康復,生回肉 至於公孫先生,今年也已經77歲 近三年他間中都會刻轉演出一些較為輕鬆的氣氛 不過隨著年紀越大,公孫先生也開始漸漸退休 希望他們一切安好 好,謝謝你 好,謝謝你 好,謝謝你